那你要主持幾屆金鐘獎才要求婚 蛤 為什麼一定要主持金鐘獎才能求婚呢 就不用主持就不用求婚 你要得獎才求婚是不是 不是 我覺得現在得獎這種事情很難講 因為我覺得好評很棒 就是大家覺得 我看他扛我五次的金鐘 然後都不棒這樣子 但是還沒有入圍過 對對對 這樣了不起他 我的意思是說 我很希望他這一隻可以一舉入圍然後拿獎 小黎跟木木那天戰袍會很厲害嗎 我今天我拍那個宣傳叫做露腹肌嘛 今天露背嘛 那就想想看典禮可以露哪臉 好 露臉 露臉 你說露臉嗎 因為我在這邊隔一隔 我沒有聽清楚 露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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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臉嗎 霉臉嗎 Face OK 你看真的是快了十年真的好可怕 讓露默拿啊 我 不好意思露默還沒有回答 要露哪裡 露鎖骨吧 很無聊的一個地方 鎖骨啊 因為當天 我長輩好像也沒什麼好看的 不會啊 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還是 長輩通常是重要場合出來見客啦 重要場合啦 重要場合啦 不能夠現在先爆雷啊 講說我要怎麼露怎麼樣 要露也是OK吧 要露也OK啦 但是我覺得不管穿怎麼樣 我覺得都是非常尊重這個 也會有青春願宿嗎 應該有做一些不一樣的 青春願宿會 會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剛剛在分享我說紅毯的禮服 其實很多妹妹嘎嘎 像我的禮服每年都是定制的 第一個就是不能夠脫尾巴 因為你要尤其像雙線長 你真的要行動非常非常的快速 然後我剛剛講說高跟鞋就是 你真的就是要穿有厚底褲 你才能穩 因為真的我穿 我第一年的時候就是穿比較細的 跟我腳就抽筋的很嚴重 然後第二年我就穿厚底的 它還是會抽筋 因為真的是站很久 那你要主持幾屆金鐘獎才要求婚 蛤 為什麼一定要主持金鐘獎才能求婚呢 就不用主持就不用求婚 你要得獎才求婚是不是 不是 我覺得現在得獎這種事情很難講 你剛剛講好像會有一個無限延遲的界限 我覺得沒有 沒有一定說要怎麼樣才能夠求婚 就是時機到了就 因為我覺得好比很棒 就是大家覺得 你看它扛了五次的金鐘 然後都很棒這樣子 但是還沒有入圍過 對 對 這樣子了不起 哈哈 哇 我的意思是說 我很希望他這一次可以一舉入圍 然後拿獎 因為我覺得他很努力 然後走到現在真的是很了不起 因為他得獎的時候我們真的群組或者是認識的人就會互相傳譯的時候 哇 因為我們以前政大有個主持人幫 就主持人群 然後他就 終於有一個人得到了金鐘獎的這個殊榮 我覺得那是很 一個人得 就是一人得到我們所有其他雞犬 我們講過狗狗 狗狗跟雞 就全部都會覺得很榮幸 那就是一起奮戰的合伴 所以當然有節目入圍 如果有入圍了也很希望說能夠得獎 但是我知道這種事情可遇不可求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間點去得到這樣的能力 就慢慢的 不急 郭沐上山肉有去看歐洲的演唱會嗎 有 有去看 因為大家都是好朋友嗎 這是好別想的那個樣子 對啊 大家都是好朋友 本來 這一週Youth Day也想去看 但是因為剛好也遇到 大稻辰演唱會要去主持 所以就沒去 因為我覺得 好朋友們的演唱會 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 以下 好朋友們 不正好 其�� ическая ミック 那 更 加油 沒有 令 wzgl 這樣 瞬我 不 看